回来看 除了武汉封城之外 现在越来越多城市封城 跟台湾息息相关 有非常多台商在的是温州 温州也封城了 我们来看温州义务也封城 浙江台商很紧张 温州疫情严峻引发了暴动 封城前影片流出 已经爆发了肢体冲突 我们来看现在温州的情况是 每一户 每两天 只能有一个人外出 浙江大部分封城的情况 现在比武汉好不到哪里去 这一次的温州的封城 我觉得也蛮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派武警 直接派武警过去 甚至我们看影片 他派武警过去 要把温州城封起来 当然我们的台商在封城之前 已经都就先离开了 大部分已经先离开了 还留在那边的目前 听说讯息回来是都还安全 也没有受感染 你可以听到就是他们在骂 就说你为什么要封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巴士 他今天他要出去 他不让他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里面有带病毒的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阶段我们如果看 封城的情况的影片来看 甚至出现民众竟然出现暴动 我们看到很多围观 因为他这个影片下方 他有写一个 他就说这个本村 他现在封起来 那就疫情的管制 但是很奇怪 大家不知道在看什么 就一群人在围殴一个名 一个人 有一群人 你看 围殴一个人 就在围殴一个人 为什么围殴他 因为他们说他是外来的代言者 所以我已经封城了 你又从外面带病毒来 所以大家气 瘦了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市民的情绪已经失控了 他到底是不是外来的代言者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总不能够看到 从外面来的人 你就觉得他是有病毒吧 对 但是 问题是现在情绪已经失控到 应该会看到蜴蜴就开心了 对 确实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台商 这边我们很紧张 包括他有没有受感染 他的人身安全 因为整个浙江我们有9600家在这里 我们的贸易总额有达到100亿美金 富士康在加善 富士康的加善科技园区在那个地方 富士康在加善园区 我刚才讲台商 你说富士康 温州 那你想武汉跟温州 我们900公里 武汉跟温州900公里 那你现在加善跟温州更近了 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影响 这个我们也担心 台商家具是不是也在温州 台商也在 然后还有这个靖翼 做这个紧扣件螺丝的 它几乎浙江各地都有 而且它还靠近义乌 因为义乌也要被封城 它也靠近义乌 就我讲这个靖翼集团也有 还有包括我们讲这个台经电子 台经电子 就台湾经济 在台湾有挂牌 这个 那基本上都在浙江 所以我们也是相当的紧张 所以这一封城下去 会不会给这些台商也带来影响 而且我们别忘了 过去我们一直说温州人很会赚钱 很会做生意 一万一千平方公里 八百托换人 创造了什么 现在我们讲那个锁 那个锁扣 就是这个要锁持 全世界65%是来自于温州 打火机也很厉害 然后打火机 全世界打火机 有七个 一个就来自于温州 我在大陆 如果你有戴眼镜 两个一个是温州做的 然后你穿的鞋子 四双一双是来自于温州 所以他创造的这个经济奇迹 而且他们炒房非常的惊人 这有名就是温州炒房 他们是团结把资金集资 一起去炒 我们一般人炒房 大概台湾大概自己炒房 也不太跟人家讲 他们的炒房方式 像这个中国有个协王 他叫王振涛 他就是把九家企业集合起来 变成一个集团 然后集体去炒房 他可以撼动民间资本 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向 而且在温州基本上 第二大的这个 我们叫经典当铺 就在温州 第二大 然后温州人是这样 我现在赚了钱我就买房 买房了以后 房价涨了 我再拿这个房子去盪 去盪 不是吧 他就拿去盪 然后再去借人家 或是拿这个钱来投资 他去放款 比如说我给你钱 你去放款 或是我盪了以后 我再去做投资 他就是一连串这样滚的 所以甚至有这个 这个美老板说 其实我们温州的美老板 他说我们几十个人 凑这几亿去炒房 其实都是借来的 那你知道吗 一个月是两分利 或是2.5分 那甚至有高达6分 等于年利率最高 可能到七成 所以这 我现在有点担心 这一封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 会有资金的连锁交易 这个资金的连锁交易 后面会带来什么样的 一个破坏式的一个威力 我觉得我们得注意观察 好 另外我们要来谈谈义乌 义乌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但是它的贸易额也非常高 对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现在义乌 它现在也不准外面的人进去 它现在也不准 所以也算是 义乌是不是做很多圣诞灯 是圣诞用品 不准人才进去有什么问题 圣诞灯式全球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是来自于义乌 一年创造30亿美金 就是光圣诞灯式而已 我就讲圣诞灯式而已 那每天有20万人要进去义乌 每天有20万人要进去 那你现在我说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我们在台湾有小北百货 有保雅 大创 那沃玛 甚至我们去迪士尼玩 这些东西通通是来自于义乌 它等于有4万项的商品 卖到200多个国家去 它是一个贸易小镇 对 所以很神奇 因为只有像云林这么大 然后就123万人 没想到全世界60亿人的 日常生活用品 包括我们讲法事 你可以想到手电筒 这些都来自于义乌 好 那现在这一封 我现在不知道 后面会不会产生 什么样连锁反应 好 哪些企业会受到影响 第一个 各位有听过左灯 左灯就是做美容的这些左灯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 它股价一跌 跌停 好 那我们看K线 看一下K线 你会发现本来走得好好的 似乎要往上空 突然之间就往下大跌 那它做美容的 我要到店里面 我整个连锁的 我现在能不能出去了 那怎么办 就出现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美食KY 美食KY 今天一样 受创最深的就是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 然后我们看它的K线 本来整理整理 看起来似乎要往上攻 突然之间又跌停 突然之间又跌停 所以它等于我整个消费性的 好 还有一个我们讲利丰 利丰 利丰KY 过去我们在谈这个股票 我们说这个做得很厉害 它把实体店面加盟联锁 跌了9点 就美容联锁 然后你可以加盟 然后它有面膜 然后做了很多 然后这连续几天也是这样暴跌 也是这样暴跌 那当然大家会想说 那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全国性的这个企业 我知道它就是自然美 自然美 就克里提纳 克里提纳 那你说怎么会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那我想问的是 温州跟武汉有什么关系 900公里 这么远 那这样子全国连锁企业 为什么会说话讲 我再给各位看一支大洋百货 大洋百货 你看今天跌2点半 你说还好 没有你讲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看K线图 一样连续暴跌 而且它现在暂时要歇业 为什么 因为它怕疫情扩散 就是因为春运的关系 在武汉 温州 温州800多万人 在武汉有18万 在18万 所以据说 武汉是温州人的第二故乡 第二故乡 那你就可以想见他们的 往返有多么频繁 然后他在那里提供了 100多万的就业机会 所以他这一次春运 那因为还没有封之前 他们就出来了 那就利用过年时间就回家 1.8万人 所以这个扩散下来 才会造成这一次温州的效应 那我们现在也担心 这个效应会不断扩大 所以也影响了 这些相关的台商的企业 所以我回来看资本市场 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是 露骨在今天是武汉肺炎爆发之后 第一天开盘 昨天呢 中国政府就严正以待了 所以祭出了1.2兆救市 祭出了1.2兆救市之后 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露骨灾间确实大跌了 关键是它会跌多久 所以我们来看 中国商务部就说 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 即便中国旧市恐怕也没有办法 短期立竿见影就就效 所以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 这是正面的 而台商是不是因此而出现 新颇的迁徙呢 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都在看美国的态度 你看美国商务部长 罗斯讲这种话 他说中国武汉的疫情 有利美国制造业回流 他说一部分会跑到墨西哥 更多的部分会跑回去美国 这个话听在中国人的耳里 就很不识机会 他们觉得你很冷血 你这是在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 对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讲啊 美国很冷血啊 没有伸出援手 为什么 世卫组织有讲过啊 这个不需要限制 对中国的贸易跟旅游啊 但是美国现在限制 中国人到美国去旅游 再过来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 我告诉大家 从现在开始 美国进行总统各州的初选 好 武汉会也对美国的民众来讲 选民会利空喔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 中国人不可以入境美国 好 把他封起来 再过来 川普今天讲说 这样的情况会有助于 美国制造业的回流 哇 增交工作 便利多啊 利空便利多 对 好 那为什么这样 你看他的动作很大 听说最快这个礼拜 各部会开始要会商 在这个时刻还要扩大对华为的限制 你看那个国务卿庞培欧啊 那岂不是趁你病要你命啊 对 没错 那国务卿庞培欧啊 还封城普普的跑到欧洲说 你们不要啊 用啊华为的5G啊 虽然成效不好啦 英国已经决定要用了 但是他动作非常的明显 所以他可能会在中国现在 疲于分明的时候 扩大华为禁令 对 没错啊 而且很快的可能就要宣布了 好 那为什么 美国他的重点就是要利用这个时候 让制造业回到美国 因为他看到中国两大产业 已经出现了问题 第一个 手机 我们知道全世界70%的手机 在哪里生产 在中国生产 但是现在检疫 缺空 限制旅行 这个限制旅行 其实影响蛮大的 比我举个例子 本来这个礼拜 这个马上 国内的台北 游戏展 但我们游戏展 很多厂商是大陆人 他现在我们也限制大陆人来台湾 所以本来游戏股 在这个时刻他会利夺 因为大家都不出门 在家里打游戏 游戏股会涨 上个礼拜五还涨 今天我告诉大家 全部杀下来 为什么 他不能过来 不能理由 这个展览就挪到了暑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估计中国 第一季泡汤了 手机的出货 大减了三成 那大概一整年 都还会减掉了这个衰退5% 也拖累了全球 减到了2% 我们讲一个case 有一个小伙子叫王力 他在河北的狼黄市 经营一个连锁手机的进销商 本来春节是忘记 从除夕要忙到正月15 是平常业绩的三倍 现在接到什么 对不起 关店 关店了以后 他现在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 但是黄租要不要交 员工的工资也是一个支出 他一口气就损失了200万人民币 将近快1000万的台币了 好 那王力是只是一个 激销商 好 我们看这张图 回头再去看一下 手机的制造商 我们来看外资砍中国四大手机品牌 第一季的出货量 华为的出货 4600万支 即减18% 很惊人 OPPO出货 2500万支 即减19% Vivo出货 2100万支 即减32% 小米也会减少19% 出货 外资估计是2600万支 所有的品牌通通受到影响 连苹果也受到影响 iPhone不是也受到影响 这个当然就影响到 我们的资本市场 为什么 台商很多供应店 就是帮华为 帮OPPO出货的 尤其今年 本来2020年 大家手机 换机草是期待5G的手机 对不起 现在5G的手机的发表 都在疫情要结束之后 才会发表 否则你现在发表的话 人家不会买 对不对 肉包子打狗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的观众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疑问 我们台湾到目前只有10例 还没有任何人的死亡 SARS那一次有70几人死亡 是 荒生荷栗 怎么股票光这 就开红盘这三 到今天 这三天就跌了800点 怎会落得上 就是为什么比SARS 那一次跌得还惨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中国的经济 依存度越来越高 请看这张表 台湾对中国 还含香港的出口比重 你看这几年都维持在40% 等于一年台湾出口是3000亿美金 有40%就1200亿 卖到哪里 卖到中国大陆 但是SARS那时候我们出口的比重不到20% 现在40% Double 这个增加的比重很大 再过来很重要的 你可以发现什么 中国它在2003年SARS的时候 占全球GDP只有4% 微不足道 现在占了16% 世界工厂 所以中国发生了武汉会演的话 立刻 这个病毒就传染到全球的资本市场 所以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 依赖都非常的高 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就形成了连锁的效应 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在2018年 你不要以为两岸关系并不好 但是两岸的贸易金额 突破了2200亿美金 创下的历史新高 因为我们供应了一些 中间的原料跟零组件 那我们一年 对中国的贸易顺差 1290亿美金 是最大的一个贸易顺差的一个来源 所以一旦发生这个事情 影响到台北股市跟台湾的经济 所以武汉肺炎 如果对全世界经济而言 那是牵一法动全身 好我们回来谈 这一次武汉肺炎的传染源到底是什么呢 钟南山说病毒是来自于蝙蝠 疫情未来十天到两周会出现高峰 我们看到湖北省也发表了官方的最新说法是 新病毒序列和蝙蝠 一致性达到96% 我对蝙蝠非常好奇 很多人说蝙蝠身上带来好多的毒 问题他自己有百毒不侵 为什么 对 那其实这一次因为它是一个新型态的病毒 所以其实他们把病毒把它萃取重化之后 然后他们现在分析的方法就是把它的这个核酸的序列 把它读出来之后然后上网去比对 就比对出来之后呢 发现就是蝙蝠的这个病毒 然后呢它的这个相似性感到96% 所以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蝙蝠 对应该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蝙蝠身上带来哪些毒 包括什么伊波拉病毒 狂犬病毒 SARS 当时也谈到蝙蝠 马堡病毒 肌萎缩 厕所硬化 帕金森病病毒 好多病毒都在蝙蝠身上带来 对 但蝙蝠自己不会得病 对它自己不会得病 那其实大家还是很好奇 你说那如果这个蝙蝠 如果我们比对了之后发现 这个病原体可能原本是感染蝙蝠的病原体 那为什么会感染到人身上呢 那这一段的路其实很难走 但是没想到八年前有一部电影已经拍出来 它已经把这个故事几乎是拍给大家看了 我们这部电影的话叫Contagion 也就是全境扩散 那全境扩散的话呢 其实喔 它是用2003年 SARS当作这个蓝本 然后呢 一个全新未知的病毒在我们亚洲爆发出来了 然后结果呢 它是2011年拍八年前2003年的故事 结果没想到呢 一语成诚 八年后 2019年爆发了新形态的病毒 而且目前的推测 我们现在后面给大家看的是什么 整个这个新形态的公共卫生学惊悚片 它整个电影都没有特效 也没有告诉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它只需要默默的告诉你 这个传染 生病的一号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原来它是到餐厅去吃个饭 吃饭的时候呢 主厨出来跟他握手 但是呢 这个主厨 它烹调这只猪 这只猪是哪来的 是养猪场来的 养猪场怎么回事 上面有野生蝙蝙飞过去 所以整个电影快要两个小时 演完到最后到这一幕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 宿主原来是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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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蝙蝠是这样子来的 那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电影 或者是听到我们这样跟大家讲 你开始对蝙蝠就很害怕了 那大家也知道 网路上的话 有些人很紧张 有些人很可爱 所以现在有一些影片 让大家看得心惊胆战 就是如果说这个病毒 真的跟蝙蝠有关的话 那你吃蝙蝠汤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现在网路上出来的这些东西 就跟大家讲 蝙蝠原来是个料理的来源 不过我也告诉大家 就很多地区 其实他们是有在吃蝙蝠 这个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因为他们其实吃蝙蝠 已经吃好久了 也不是有病了 才故意吃蝙蝠 不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有一些画面 你看他们就 其实听说这个影片 已经是2016年左右 是蛮旧以前拍的 他们就是那种 但是最近又被挖出来 说他们是不是就是 他们吃蝙蝠 没错 其实不见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目前我们说 性型冠状病毒 它其实感染 跟SARS一样 是找我们细胞上面的H2 就是一个特殊的蛋白质 然后它经由我们触摸之后 可能眼睛 鼻子 嘴巴 它就是这个方法进去 你吃到肚子里面 是不会借由吃来感染这个病的 比较要担心的反而是 帮忙处理食材 然后给你吃的这个人 他比较要担心 好 担心帮忙处理食材 给我吃的那个人 是 如果他去餐厅吃饭 也可能会接触 没有错 所以其实还是不要乱吃野味 不管这种公共卫生学上 或现在保育上来讲都好 那老师我还是想问 为什么他自己可以百毒不侵 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这么样多的疾病 那他为什么会百毒不侵 大家其实都很放心 他为什么成为这么多病毒的宿主 但他自己不会生病 对 那目前的话 其实有两个解释的方法 第一个解释的方法 因为他是唯一会飞的哺乳类 他要飞的话 其实飞的代价是非常大 他要用他非常高的体温 来提高他的代谢率 所以其实就有人认为 因为他高体温 所以他就有一点 呈现一种发烧的状态 免疫的功能是比较强的 但是其实我对这个说法 有一点保留 为什么因为 你老师意思说有人认为 蝙蝠中年都在发烧 对 类似用这个说法 从我们的角度 可是每个动物的体温 本来就不一样 用我们来看蝙蝠 这其实有一点不伦不累 而且我可以举例 很多小小鼠跟蜂鸟 他们也维持高体温 他们也没有这样子 是病毒 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病毒 所以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 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 就耐人学位 而且如果刚刚的说法 是对的的话 他的免疫力高 那这个病毒 应该被他肃清 他体内应该没有病毒才对 蝙蝠的问题 不是说他常常生病 没有 这些病原体在他体内 可是他没有生病 他自己不会生病 对 所以他饱毒 但是他不会毒发生亡 所以另外一个说法 就开始推测了 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 这是推测 我们对他的了解其实不够 就是他是不是有一种 特殊的免疫耐受性 也就是说他的免疫系统 其实不会这么样子 大张旗鼓的 要把这个病原体 把他给肃清 而让这个病原体 在他的体内有可能存留 然后接下来的话 因为什么原因 人去破坏他的漆地 然后他自己飞出来 所以才会跟人沾上关系 所以目前推测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比较好 在这个病原体 因为他会有很多 被他 turns外面 都在到封锁里面 有很多人 对他来问 他在这个病原体 这些病原体 最后的病原体 这些病原体